今天是整趟旅行的第七天 然後我們終於又回到了奧斯路 今天早上開了大概三四個小時的車吧 然後現在已經下午四五點了才到這邊 所以第七天和第八天的兩天的行程我會總和成一天 那後面這邊呢就是奧斯路這邊最顯眼的地標 它是奧斯路歌劇院 那這個奧斯路歌劇院呢是由挪威自己的建築師事務所 在2007年蓋完了 然後在2009年有獲得歐洲的當代建築獎 這個歌劇院的設計元素主要有三個 是波浪牆、工廠還有地毯 它的地毯元素讓我覺得還蠻特別 就你看像這個地方 它就突然做出一條切縫 然後你看到那邊 它那邊要突然凸起來 然後那邊也是 就有一種拼接的感覺 它每一塊它不是很光滑的面 它會在那邊突然凹一下 那邊突然凸一塊 然後整個讓你有一種地毯的感覺 我猜啦 不要瞎掰好嗎 那我覺得這邊有一個蠻特別的是 它這邊有一點像是人造沙灘的感覺 它這個斜面是直接插進去這個峽灣裡面 所以大家會把這邊當作一種硬直的沙灘 你可以在上面晒日光浴 你也可以跳下去游泳 然後有人在那邊跳水、滑獨木舟 有很多的水上活動 感覺上還蠻適合大家來這裡放鬆晒太陽 我現在所在的這個地方是奧斯陸皇宮 從歌劇院走過來大概30分鐘左右 那這個地方是挪威的國王還有皇室居住的地方 後面這個雕像是西元九世紀當時的瑞典和挪威的共同國王卡爾約翰 那很有趣的一點是你可以看到它的手上 一般來說我們看到雕像它手上都會拿武器 有時候拿旗子 但是為什麼它的手上什麼東西都沒有拿呢? 因為要講究愛與和平 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現在在的這個地方呢叫做 維格蘭人森雕塑公園 那它其實佔地非常的廣 而且它距離奧斯陸市區有一段距離 所以你們要來到可能要搭路面電車走到才可以來 那這個公園它是以一個藝術家叫做 古斯塔夫維格蘭來命名 那這個維格蘭呢 它也是著名的雕塑家羅丹的學生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看到很多的人體雕塑 都是受到羅丹的啟發 那這個雕塑公園裡面有200多座 包含青銅像石雕像 還有很多柱像 那它這裡面的主題是人生百態 所以你可以在裡面看到很多有關人生的不同階段的一些畫面 包含夫妻吵架或是情侶熱戀 或者是一家三四口和樂融融的樣子 整個公園大致上分成三個部分 最前面是生命之橋 再來是生命之泉 最後面呢是人生柱又稱為生死柱 大家不要看它 它不是阿姆斯特朗旋風阿姆斯特朗炮 在它的頂端呢是嬰兒和骸骨 它象徵著一個人的起點和終點 那下面呢為什麼有一堆人想要把它往上爬呢 就像是他們在人的一生中 它可能追求所謂的天堂 或者是一些 可望成功的這種隱喻 總而言之我非常推薦大家來這個地方 很棒 今天是我們在挪威的最後一天 那這天呢我們來奧斯陸吃一個 算是還蠻有名的海鮮餐廳 這個在網路上它說 不論是當地人或是遊客 都非常推崇 然後Google的評論上也非常多分 它就是你可以用不會太貴的價錢 就可以吃到奧斯陸的海鮮這樣 那我們去看一下吧 我點的就是Creamy Fish Soup 然後它這個湯頭有兩種 一種是奶油的 一種是番茄 只是番茄沒有寫在菜單上 你可以自己跟它講 那我就是喜歡奶油的 因為感覺這樣會比較飽 然後旁邊有負面包 所以其實整體吃起來 我覺得應該是OK 看一下這個魚湯裡面有什麼 喔這個裡面也是有很多 它就有魚然後有淡菜 欸它這個魚是不同種類的魚 這是一種 然後這個是鮭魚 然後還有淡菜 很好吃 它的鮭魚 我不知道就是新鮮的鮭魚 很難講但是還蠻好吃的 肉質蠻紮實的不會很鬆散 它奶油的味道非常的濃郁 所以吃起來整個口感很濃厚 就是你吃到奶油那種 冰米的感覺以後 然後魚的鮮甜 再從裡面再散發出來 真的超讚 很值得來點 而且你一定會飽 因為它旁邊還有三四片麵包 所以你麵包其實可以直接夾在湯裡面來吃 跟台灣的比了 沒有那麼濃 嗯 台灣的更濃的 對 對不對 但是還是很新鮮很好吃 超新鮮的 好吃 我跟你們講這家真的是超推 五顆星的話至少也是4.7以上 因為第一個它的價格不貴 完全比我們在貝爾根吃的還要便宜 還要好吃 而且大家可能覺得說 歐洲的食物可能沒那麼燙啊之類的 但是我剛喝那個魚湯 它剛端上來的是非常熱的 所以很燙嘛 所以喝起來就覺得很爽 真的還不錯 如果推薦大家如果有來奧斯陸的話 一定要排個時間 至少排一餐給這間餐廳 我現在已經回到奧斯陸機場 那我來總結一下這次的 八天七夜挪威自駕遊 我最喜歡行程 其實一開始我一直以為是獨木軸 但是我發現 最讓我驚豔的其實是 從VLAM搭小火車上去 然後就騎腳踏車下坡的那一段 你隨時一不小心 就很可能直接滑落山谷 然後那個時候就騎得很小心 但是風景同時又很漂亮 而且旁邊有瀑布 騎的路上還遇到羊 所以那段其實整體來說是最讓我印象深刻的 那以上就是這個樣子 如果大家到挪威玩 也有什麼特別的體驗的話 也歡迎留言分享 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 掰掰 了解 哪一段時間 哇 我們有些人 可以 我們沒問題 造型 就是 在嗎 我